来关心天气 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减弱 加上南方云系逐渐的远离 全台水气比起昨天都明显减少了一些 就连宜兰甚至可以些微看到了阳光从云层中露脸 不过这样的天气形态只持续到礼拜六 礼拜天开始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 云封面的水气会再度增加 虽然说这波冷空气距离大陆冷气团的强度还有一些落差 不过中部以北还是要留意 低温恐怕会下探到只有15度 沿海跟山区更可能下探到13度 阳光在云层中微微露脸 北台湾和宜兰连日降雨总算缓和了 东北季风减弱加上南方云系开始远离 台湾上空水气减少不少 温度也略为回温 不过很快的到了周日 东北季风再增强 因封面水气又要增加 入冬最强冷空气即将报到 温度最低的时候大概会现在下礼拜二到下礼拜三这段时间 北部跟东北部的低温大概只有15到16度左右 沿海空旺地区跟近山区的温度大概只有13度的低温 虽然冷空气离大陆冷气团强度还有些微落差 但全台降温有感 特别北部和宜兰高温将从这几天的22 23度逐步下滑 尤其到了下周二晚间到周三清晨 低温下探到15度湿湿冷冷 中南部地区也会从25 26度的高温下滑到20度以下 低温15 16度 不过属于干冷温差大 至于花东地区到了周日高温也会从25度下滑到21度左右 低温18度 地山的温度是在零度上下 是有温度是够的 不过水气的状况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非常的够 所以可能下雪的机会目前看起来还是稍微比较低一些 虽然气象局预估 上雪族最期盼的高深降雪还得再等等 但今年入冬最强冷空气即将来袭 保暖衣物和棉被快备妥别忘记 解释去真骨头到